香港民怨蔡天凤遭到杀害分射的这个案子 两案三地其实大家都很关注 那港警呢也一直在找很多的证据 现在说已经逮捕了蔡天凤前夫一家四口了 我们先来看哦 其实现在呢因为躯体还有手一直找不到 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怀疑会不会被丢在垃圾 就混在这个垃圾里面 然后当垃圾丢掉了 因为呢以前就曾经有这个案例哦 如果一旦呢被丢到垃圾场 其实真的会很难找 像2013年的时候就爆出说 有一个女婴失踪 当时候据说哦 这个生母呢怀疑把尸体放在盒子里面 故意把它当作垃圾就丢到楼梯间 那后来呢 西九龙的重案组连续10天哦 他们去翻那个垃圾场 翻了8000吨的垃圾 两度怀疑挖出了很可疑的这个骨骸 结果呢都不是 最后发现不是狗的就是猪的 现在回到了2023年 蔡天凤因为现在呢 双手还找不到 警方在垃圾堆的填充区里 好现在呢继续要来搜索足球场 大小范围的这个垃圾 西九龙的现在刑警部的总司 警司呢 钟亚伦她说 这可能这样早起来哦 花费大量人力 还是要两三天 才可能会有消息 那为什么会去搜垃圾场 主要原因是因为 最新说有一个监视器的画面曝光了 好像呢有人在22号早上 将证物包括残肢衣服电话 甚至是凶器丢到垃圾站 现在说已经联系到这个垃圾车司机了 锁定呢证物呢堆砌的地点 那如果找不到 然后凶贤又不认罪 恐怕会被判误杀罪 最后可能只会侵罚 只会罚款就好 所以现在呢警方很着急 要赶快找到证据 那么我们看到港警现在是 已经抓了蔡天凤的前夫一家四口 包含了前公公 前婆婆 还有呢前夫的哥哥啦 就都已经被抓起来了 那目前呢香港的警方 已经找到了蔡天凤的头颅 那目前呢正在找这垃圾厂部的部分 希望可以尽快破案 知道呢 空徒呢曾经在22号的早上呢 扔了几代的重要证物 那么可能是人体残骸 也都是有机会在一些受害者的衣服 还有电话 甚至乎一支空气等等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 那么我们为什么来到呢 所以就因为我们知道他 扔下去哪个位置 我们因为有闭路电视 最新的闭路电视片段看到 那么所以就 也都找到个当时垃圾车 垃圾车的司机 那么他都肯定是 垃圾是扔下去现在的身后的位置的 主要是因为香港没有死刑 所以谋杀罪到现在呢 最高判处还是终身监禁 香港的法律呢 有一条叫做误杀罪 就是说如果找不到关键的 尸体证据 然后嫌犯又不认罪 很有可能会被判处误杀罪 那垃圾掩埋场将近有800吨的垃圾 这个面积像足球场一样大 预估两到三天 希望可以尽快地找到线索 警方也说任何的证据 都会认真的来寻找 有多少是多少 也希望能够让死者成渊得雪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好 整起事件 而且媒体还爆料出 因为他前夫之前已经有前科 他的前夫呢 8年前他涉嫌利用交友软体 然后呢骗取多人的财物之后就失联 据说涉案的金额是多达了500万港币 所以检察官现在考虑新增指控的罪名 那么另外呢 还涉嫌伤害蔡天凤逃亡的过程当中被逮 他还说呢身体不适还去送医治疗 那其实整起事件哦 当然除了当事人的家人亲朋好友都觉得非常的震撼之外呢 当地的居民住在附近的人 大家也都人心惶惶 有人就说强烈的要求要办超度法会 另外村民说哇完全不敢靠近这个案发的房屋 另外呢萝卜排骨汤据说呢 已经成为当地人的心理阴影了 最近都不敢来吃这道菜了 那么另外呢 家人当然永远是最难过最痛的 蔡天凤现任的老公现身非常悲痛 带着岳父母跟爷爷奶奶 办理这个太平间的一些手续 那蔡天凤的妈妈呢是非常的崩溃 而且颜面的大哭 那么今天也有消息说有些灵异事件 就是蔡天凤的妈妈好像有做梦 梦到说女儿脱梦等等的灵异事件 反正整起案子呢 都让大家觉得很像电影情节 但是万万没想到真实的在香港发生 我们先带你来看一下 在富山殿房 包括死者丈夫在内多个亲属 今早刑事之后 由西九龙重案组探员陪同离开 之后去到大埔龙美村案发村屋外面 举行道教法事 死者的丈夫多次骨弓上乡 妈妈和家姑等亲友也都在场拜祭 期间死者妈妈情绪激动痛哭 现场的气氛相当的凝重 蔡天凤的妈妈情绪也很激动 速度的哭倒在女婿的怀中 今天是蔡天凤遇害后的头期 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在龙伟村案发的别墅外面 就有很多的亲友到场 他们带着子渣公仔相助等祭祀的用品 那么在道士的指引之下 帮蔡天凤打灾超度 那警方是在今天早上11点多 也回到这案发现场 来进行调查跟更多的搜证 好 刚刚说到的灵异事件到底是什么呢 那因为到目前为止 这个分尸案让大家觉得很震撼 死者的躯干跟双手还没找到 那凶宅附近的邻居也受到影响 有人说出门还特地绕路 当地还要办法事来超度 明媛蔡天凤的好朋友就透露说 蔡妈妈曾经告诉她自己 她说梦到女儿 告诉她自己的位置 最后还真的在这个托梦的地点 找到她的尸体 香港明媛分尸案 死者双手和躯干至今还没被找到 警方怀疑凶手把人肉汤倒进厕所或水沟 大型骨骸则可能被丢到别处 港媒报道警方锁定大型垃圾厂 要进一步搜索 事发的大浦龙尾村有村民说看到凶宅就害怕 当地准备办法会来超度死者 受害民媛蔡天凤的好友还透露她曾和妈妈托梦 说自己人在大浦 后来还真的在大浦村屋找到她的尸体 蔡天凤丈夫也说家里出现了飞蛾 认为是蔡天凤回来看家人 香港脸书社团流传一段看屋影片 疑似就是事发村屋 内部白色地砖浅灰色墙壁 看起来相当明亮 厨房里还配备了双炉头瓦斯炉 让人联想到凶险把死者头颅拿去煮汤的残忍行径 不过香港法医表示 牙齿是人体中最坚硬的地方 得用一千度高温烹煮四到五小时才能分解 分室案相关新闻在大陆微博已经吸引1.1亿人关注 网友还涌入死者钱大伯的社群账号 发现他不只出入高级餐厅 还搭游艇开名车喝名贵的酒 生活极度奢华 大陆则有命理师根据面相和名字分析命案 他说蔡天凤眼睛有点露神 面相偏弱 名字却带有天字 要是命运承受不起就会造成不利 而蔡天凤前夫而多少位置低 属于自私且容易冲动的面相 前夫一家从面相来看都并非善累 接着最后报道